中文字幕提供 各位傳媒,你好 各位傳媒 您好 我今天司法不合疫苗通能症連同安心出行 疫苗通能症連同安心出行 很多人司法不合都退出來 但是我研究了很久 我想是沒有辦法可以司法覆核的 因為疫苗通能症和安心出行 是599章疾病及預防條例 這個599章怎麼說呢 599章說得很清晰 有兩個要點 第一個要點就是突發性的 那些瘟疫就要防禦 第二個就是市民的健康問題 是 這兩點讓我找出漏債 第一 這個新冠疫情已經蔓延了兩年多 是否突發性 不是突發性 所以是不適合599章的 第二 影響市民的健康 這個更離譜 因為疫苗通行症和安心出行 使得香港的經濟一直一直下滑 而昨天的公布就說 香港有百分之七十的人 是沒有人工加 可能會減人工的 因為經濟的滑落 影響到每個市民都有這個心理和生理的情緒的困擾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這兩點都符合取消疫情通行症的司法法 所以我就用了這兩點去打 我希望 如果 我希望 嚴明的法官看到之後 會批我這次的司法不合 我亦相信這次的 如果照這樣說 贏面是很大的 多謝各位 但是會不會擔心 因為上次的層面爭止之後 其實政府的應對方法就是 修改599的條例 會不會擔心這次都有這樣的情況 修改599條例 599是一個緊急法令 你修改就沒有了緊急法令 修改呢 修改呢 這個就沒得說 因為他要這麼沒面子 這樣就沒辦法了 你看一下 上次那個局長 是有無權 他立刻改 有權 這樣就蓋了行政會議 和行政那些人的決定 因為盧寵貿易是沒有這個權 是由行政會議開會 然後給他個權 在這樣的情形 但是因為盧寵貿易執行 所以我只能告盧寵貿易 如果你這樣再改 即是你那班 坐在行會那班人 是不是飯桶來的 有沒有讀過法律 就是這個問題 最主要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如果他自己不愛面 就由他改 有什麼辦法 他的口大 我們口小 你怎麼看大公報 反了擊力 會不會應該給你之後 合法復生 還有如果今次 支持不低的話 你還有沒有多差事 這個呢 這個呢 當日鄧小平改革的時候 就講過 我國一直以來 是被極左派的人所害的 不是被右派 是極左派 他說人民 人民付給政府的權力 來管治人民 政府再付給權力 給人民去監視政府 所以他立基本法的時候 鄧小平立得好 就說 香港市民 有權對行政機構和行政人員的行為 就是一個決定 向法院提出 這個訴訟 這個是 中央給我們的權力 那我去司法法 有什麼問題呢 你一拼命去找黑材料 證明你什麼都不懂 你連到什麼叫法律 你都不懂 那有什麼辦法 你就在那裡亂捨 有什麼辦法 當日你們要想一想 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 王光美去印尼訪問 穿條裙子 當這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就說王光美去印尼賣人 國家主席的太太 去印尼賣人 你要作 你要作 就由你作 是貶低你自己的身份 作出來的人 就這麼多了 還有什麼 謝謝 多謝